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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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百萬快法》 今次不是用Zoom做的 終於見到真人了 你好 今次的嘉賓是 標準流浪的謝思琦 思琦,你好 先問問你,你的足球 怎麼與她結束 如何��고她結束 其實都很神奇 那時是我表妹 但是她小了三年 她參加 賽馬會的 薯基班 剛巧好有更多兩位 她先問我 有興趣合計 對юсь答案 我 Dyke 那時候就是 Form 2 暑假那時候 然後我就跟小朋友一起踢 踢完之後就覺得挺好玩 然後就加入了區隊 又加入了區隊 區隊裡面又有個朋友 他就邀請我進去球會 然後就一直這樣開始踢球 不阻礙你時間了 那拜不拜打 好 立刻登球 好 第一條問題是 你的關擁腳是左腳還是右腳 右腳 那為什麼呢 你現在穿14號球衣 那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號碼呢 其實那時候就不是我自己選擇的 剛好有14號 那我覺得14號也不錯 那我就用了14號 那你用一個詞來自己呢 我會覺得是有上進心 我亦都可以給你一個詞來 覺得很文靜 好像很文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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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什麼喜歡吃的食物呢 黑松露薯條 很喜歡吃 哦 OK 好 那春夏秋冬四季 你喜歡哪一個 秋天 因為可以行山 然後天氣很舒服 那如果你立刻有一個月的假期 你會想做些什麼 我會想畫多些畫 因為我自己讀建築 那我會想畫多些這個城市的面貌 用自己的畫筆記錄底 那你有沒有喜歡的球隊或球星 其實我一直以來的偶像是那時候大埔的麥可兒 因為我知道他讀書和踢球都兼顧得很好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考DSE那時候我都勉勵自己 就是希望可以跟他一樣兩邊都兼顧得好 那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優點 我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 可能每一次結束了訓練 那我可能會想回很多 就是recreate 場景在路裏面 那可能自己會吸收得好一點 那你覺得自己有什麼改善的地方 我會覺得是 怎樣 我現在都嘗試著學會怎樣閱讀一個球賽 因為那時候 阿sir 也提了很多要懂得閱讀球賽 那會幫了我很多 就是踢球踢得厲害一點 那自己可以節省節省力 那個spatial awareness 會好一點的時候 那其實幫到自己也能幫到球隊 阿sir 我見你剛才是踢右翼的 那如果你想踢右翼 你想踢什麼位置 試什麼位置 我會想試一下前鋒 是 因為我剛才見你射門路都很強 是一二 是 你自己有什麼夢想或者目標 最後一個問題 夢想和目標 我給自己目標 希望自己接下來大尊和聯賽都可以入球 那這個都是我現在在工作的東西 夢想的話 可能遙遠一點 就是聯賽和大尊都一起跟球隊去到更高的名次 或者跟球隊一起上甲組 好啊 謝謝你思琦 接受快問快發 謝謝你 好 拜拜 拜拜 by bwd6